今天带你一起走进假屏蛙的文字 朋友圈子就是你人生的世界 有句话说得好 你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 画为麻雀不同嗓 金鸡乌鸦不同窝 一个人的朋友圈子 往往能看出来一个人的性格 修养甚至是人生成就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和勤奋的人在一起 你不会懒惰 和积极的人在一起 你不会消沉 与智者同行 高人为伍 你一定不会干预平庸 朋友是磁石吸来的铁片 钉子 螺丝帽和小别枝 只要愿意 从俗世上的任何尘土里 都能吸来 现在 街上的小青年 有江湖义气 喜欢把朋友的关系 叫铁哥们 第一次听到这么说 以为是铁汉了 那种牢不可破 但一想 磁石吸的 就是关于铁的东西啊 这些东西 有的用力甩甩就掉了 有的怎么也甩不掉 可你没了磁性 他们就全没有了 昨天夜里 端了盆热水 在凉台上吸脚 天上一个月亮 盆水里 也有一个月亮 突然想到 这就是朋友吗 我在乡下的时候 有过许多朋友 至今二十年过去 来往的还有一二 八九 皆已记不起性命 却时常怀念一位 已经死去的朋友 我个子低 打篮球时 他肯传球给我 我们就成了朋友 数年间 身影不离 后来分手 是为着 从树上摘下一堆丧肾 说好一人吃一半的 我去洗手时 他吃了他的一半 又吃了我的一半的一半 那时人穷 吃的是第一重要的 现在是过程里人的日子 人与人见面 再不问 吃过了吗的话 在名与利的奋斗中 我又有了相当多的朋友 但也在奋斗与名利的过程 我的朋友交换如死寂 走的走 来的来 你面前总有几张板凳 板凳总没空过 我做过大概的统计 有危难时 诱护过我的朋友 有贫困时 周记过我的朋友 有帮我处理过 鸡铃狗碎事情的朋友 有利用过我 又反过来 踹我一脚的朋友 有诬陷过我的朋友 有加盐加醋 传播过我不该传播的隐私 而给我制造了 巨大的麻烦的朋友 成我似的是我的朋友 坏我似的 也是我的朋友 有的人认为我 没有用了不再先来 有些人 我看着恶心了 主动与他断交 但难处理的是那些 帮我忙 越帮越乱的 是那些对我有过恩 却又没外没了的 向我讨人情的人 地球上人类最多 但你一生的交往 最多的却不外乎方圆 几里或十几里 朋友的圈子 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世界 你的为名为力的奋斗历程 就是朋友的好与恶的历史 有人说我是最能交朋友的 殊不知 我相当多的时间 却是被铁朋友占有 常常感觉里 我是一条端上饭桌的鱼 你来捣一筷子 它来挖一勺子 我为它们吃 剩下一副骨架 当我一个人 坐在厕所的马桶上 独自享受清静的时候 我想象 坐监狱是美好的 当然是坐单人耗子 但有一次 我独自化名去了医院 只和戴了口罩的大夫 护士见面 病床的号码 就是我的一切 我却再也熬不下一个月 第二十七天里 翻院墙回家 给所有的朋友打电话 也就有人说了 你最大的不幸 就是不会交友 这我便不同意了 我的朋友中 是有相当一些人 令我吃尽了苦头 但更多的朋友 是让我欣慰和自豪的 过去的一个故事讲 有人得了病去看医生 正好两个医生 一条接住着 他看见一家医生 门前鬼特别多 认为这医生 必是医术不高 把那么多人医死了 就去门前 只有两个鬼的 另一位医生家看病 结果并没有治好 旁边人 推荐他去鬼多的 那家医生看病 他说 那家门口鬼多 这家门口鬼少 旁边人说 那家医生看过万人病 死鬼五十个 这家医生在你之前 就看过两个病人 我想 我恐怕是门前 鬼多的那个医生 根据我的性情 职业 地位和环境 我的朋友可以归两大类 一类是生活关照性 人家给我办过事 比如买了梅 把梅一块一块搬上楼 家人病了 找车去医院 介绍孩子入托 我当然也给人家办过事 写一幅字 让他去巴结他的领导 画一张画 让他去银行 打通贷款的关节 出席他岳父的寿宴 或许人家帮我的多 或许我帮人家的多 但只要相互诚实 谁吃亏 谁占便宜 就无所谓 我们就是长朋友 久朋友 一类是精神交流型 具体事都干不来 只有一张八个嘴 或是我目他才 或是他目我才 在一块谈文道义 吃茶聊天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我把我的朋友 看得非常重要 为此冷落了我的亲戚 甚至我的父母和妻子儿女 可我渐渐发现 一个人活着 其实仅仅是一个人的事 生活关照型的朋友 可能了解我身上的每一个志 不一定了解我的心 精神交流型的朋友 可能了解我的心 却又常常服我的意 快乐来了 最快乐的是自己 苦难来了 最苦难的也是自己 朋友不一定是知己 知己不一定是朋友 知己也不一定总是人 然而我还是叫朋友 朋友多多益善 孤独的灵魂 在空荡的天空中游异 但人之所以是人 有灵魂 同时有身躯的皮囊 要生活 就不能没有朋友 因为出了门 门外的路泥泞 树丛和墙根又有狗肥 西班牙有个毕加索 医生财大名大 朋友是很多的 有许多朋友 似乎天生就是来辅助他的 但他也经常换女人 也换朋友 这样的人我们笑把不来 而他说过的一句话 朋友是走了的好 我对于曾经是我朋友 后断交或疏远的那些 时常想起来韩信 也时常想到他们的好处 如今倒坦然多了 因为当时韩信 只把朋友看成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殊不知 朋友毕竟是朋友 朋友是春天的话 冬天就都没有了 朋友不一定是知己 知己不一定是朋友 知己也不一定总是人 他既然吃我 好我 毁我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皇帝能养一国之众 我能给几个人好处呢 这么想想 就想到他们的好处了 今天上午 我又结识了一个新朋友 他向我诉苦说 他的老婆工作在郊外写 家人十多年不能团聚 让我写几幅字 他去贡献给人事部门的掌权人 我立即写了 他留下一罐清茶 一条特级烟 带他一走 我就拨电话 邀三四位旧的朋友 来有福同享 这时候 我的朋友正起了车子 向我这赶来 我等待着他们 却小小私心不动 先自己起一杯喝起 燃一只稀起 便忽然体会了 真朋友是无言的牺牲 如这茶 这烟 于是站在门口 迎接喧哗到来的朋友们 而仰天呵呵大笑 或许只要你愿意 你能和三教九流的很多人 成为朋友 但一个正面的朋友 往往是能够带给你能量的 让你不断地进步和成长 在这一生中 我们应该学会 分辨什么是真朋友 什么是假朋友 读好书 教高人 乃人生两大行事 朋友的圈子 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世界 你的为名为力的奋斗历程 就是朋友的好与恶的历史 朋友是你一生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如果你想聪明 那么你就要和聪明的人在一起 如果你想优秀 那你就要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要适时地远离 一些带给你负面影响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